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呼噜声还越来越大 他听说打呼噜是一种病 所以他赶紧来问问咱们 这个病它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办法缓解的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您 这打呼噜它就是一种病 您赶紧去 赶紧上医院对吧 怎么能这样呼噜观众呢 可是打呼噜它就是一种病啊 没错 打呼噜严重了 它的确是一种病 可是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咱先听听观众们都怎么说 我觉得它是一种病 摆一身体不好的一种现象吧 都说我爸爸都打呼噜 都是掉肉的 都有肉 你根本没想到你 没觉得有什么关系 打呼噜如果严重了 可能是不太好 年轻人的问题不大 老年人就容易憋肿 对收集到的百姓观点 可以汇送为 一打呼噜是一种病 二打呼噜并不危险 三打呼噜是不是病 因人而异 观众的答案是五花八门 可是依我的经验 打呼噜就是一种病 等等等等 你忽略了另外一部分观众的答案 是不是病得因人而异 这不见得吧 你看打呼噜它影响睡眠 这就是一种病 这点提示还真准确 打呼噜究竟影响不影响睡眠呢 来看实验 打呼噜会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吗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北京同仁医院睡眠中心 进行睡眠实验 参加本次实验的志愿者 分别是来自山西大同 互两年打呼噜历史 今年45岁的银大银 和来自北京 今年56岁 已经打了21年呼噜的 出租车司机张师傅 睡眠实验通常在晚上进行 夜幕降临 我们的实验即将开始 首先医务人员要给两位志愿者 做实验前的准备 这些安放在志愿者身上 不同部位的电脊 会勉励地补出到 他们睡眠时的大脑运动情况 呼吸状态 以及心率脉搏等数据 医生很快就看到了 阴大姐和张师傅的 睡眠金色图 这是他们的气流金色图 正常的气流 就像这样 匀速运动 起伏归例 而两位志愿者的气流起伏较大 运动也没有规律 这说明 他们都大呼噜 再来看看这几组脑电波数据 张师傅的忽高忽低 起起落落 毫无规律 而阴大姐的 则比较平缓 医生介绍说 脑电图是记录 人们睡觉时的脑部活动 活动越激烈 电波图运动也就越频繁 水眠质量就越差 如此可以判断 阴大姐明显 比张师傅 水眠质量好 实验结果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志愿者阴大姐打呼噜 但是 水眠质量很好 志愿者张师傅 也打呼噜 水眠质量则较差 睡眠质量好 外衣服 跟打呼噜 没有直接关系 你的实验的确是证明 打呼噜的人 他也睡得香 对 难道打呼噜 真的不是病吗 通过一个实验 还不能得出结论 别忘了刚才我的观点 打呼噜究竟是不是病 得因人 因人而异 那你给我分析分析 这四川成都 李秋菊关中的丈夫 他打呼噜 到底是不是病吧 好 我这就给你分析 不过咱们还是得先从人为什么会打呼噜这个问题开始 我以为模型 这就是今天的模型 上家 给他介绍一下 这个呀 就是咱们上呼吸道的抛面模型 大家来看 这个小家伙 叫全用唇 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小舌头 在我们平常站立的时候 脚舌头是处在下垂状态的 但是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小舌头就躺下来 脚舌头的位置 处在呼吸道的门口 他扮演了一个闸门的角色 如果闸门没有闭合的话 空气就会自然流通 就像这样 非常的渗透 所以也不会发出呼噜声 如果旋用唇发生了肿胀 他必然堵塞无形 这个时候 要想做到呼吸顺畅 就比较吃力了 这就打呼了 那这种情况 他的肿大算是病变吗 当然算了 可是你知道 造成病变的原因是什么吗 上火 发炎 有请专家 引起人们打呼噜的原因很多 旋用唇肥后 是引起打呼噜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由于炎症 肥胖 这些都是引起 咽部这些组织结构 肥后争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专家说了 造成打呼噜这个病因会很多 所以说吧 病变越严重 呼噜声就越响 那你说说 能有多厉害 这 拿出你的实验 专家 还有资料啊 你看 这回他猜错 这回 我拿出的是一本小书 英国著名作家迪更斯 1836年出版的小说 《匹克威克外传》中 塑造了一个奇特的人物形象 乔 这是一个胖小孩 爱吃 爱睡 而且睡觉时 还会发出响应的寒声 比更斯还在这本小说中 提出了睡眠中的呼噜 有可能是一种病症 于是在上个世纪初 医生们把这种疾病 记名为 匹克威克综合症 也就是睡眠呼吸 暂停症 同时医生们还认为 得这种疾病的人 很有可能会在呼噜中嗓命 匹克威克综合症 这应该是打呼噜的极限了吧 极限 你听过匹克威克打呼噜吗 不要胡说了想象力 想象力 我还是让你来感受一下 呼噜的威力 呼噜声到底能有多大 您大概无法想象 我们用专业的噪音测量器 分贝仪来测量一下 来自山西大通的阴大街 他的呼噜声为90.5分贝 另一位志愿者 来自山东斯伯的王先生 他的呼噜声有97.1分贝 90.5分贝 97.1分贝 这样的声音到底能有多大呢 让我们来做个比较 过街天桥上的噪音为95.1分贝 小轿车鸣笛的声音是111.9分贝 公交汽车启动离站的声音 108.5分贝 人在嘈杂环境里大声说话的声音 是90.7分贝 实验结论总结 采用分贝一测量的方法 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志愿者音大街的呼噜声 与人在嘈杂环境里大声说话的声音 大笑几乎相同 志愿者王先生的呼噜声 则比过街天桥上的噪音还要大 这呼噜声越大 说明病得越严重 那也就说明越危险 所以啊 我建议您这位四川成都的李秋菊观众 您赶紧去买一个分贝仪 趁着您爱人睡觉的时候 来测一测 它这个分贝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您可千万别信他的 咱还是得听专家的 打呼噜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它的危害性大小呢 和这个呼噜声音的大小呢 并没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那么评估打呼噜是不是有危害呢 主要看这个呼噜声过程当中 是不是存在有呼噜暂停 也就是呼噜声当中 是不是有些间断 我觉得这个模型肯定有问题 你想啊 要是人体一切正常 这个也没有小舌头肿胀的情况下 气流通过呼吸道的时候 应该是一路顺流直下 除非碰到了什么障碍 才会运转不灵产生呼噜 那也就是说障碍越大 呼噜声就越大了 你说的没错 那专家也说了呀 这个呼噜声的大小和危险性没关系啊 危险 记住专家强调的这个词 专家说打呼噜声音的大小和危险性没有关系 我先问问你 打呼噜会有什么危险 这 你看 打不上来了吗 先来看看我做的实验 在我们的检测中发现了异常 打呼噜声高达97.1分倍的志愿者王先生 睡眠过程中还伴有呼吸暂停现象 从他的睡眠建设图上可以看出 他呼吸暂停频率很高 一小时竟然有四十多次 让我们来随机调查一下王先生 这次呼吸暂停的时间 竟然长达82秒 那么一个正常人憋气的极限是多长时间呢 我们将对北京号砂健身俱乐部里的游泳教练 和游泳爱好者进行一个憋气测试 以他们的憋气时间 来与志愿者王先生的呼吸暂停时间进行对照 游泳爱好者小梁憋气28秒 体校游泳专业学员留恋 别气67秒 好沙健身俱乐部游泳教练韩健 别气88秒 实验结论总结 专业游泳教练韩健 游泳直理憋气88秒 志愿者王先生睡眠憋气82秒 两者憋气时间几乎相同 同样是憋气啊 而且时间也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是有意识的 一个是无意识的 那区别在哪呢 窒息就会造成缺氧 时间一长 人的大脑心肺 很多脏气都会受到损失 如果再严重下去 直到发生生命危险 那那位教练憋了88秒呢 那很危险呢 这个情况不一样啊 韩健教练 首先他是在大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下进行憋气的 再一个 你注意到了没有 片子里他在憋气之前先深吸了一个东西 同时他是经过长期训练的 他的心肺功能是要超过正常人的 所以说不会有生命危险 并且他可以随时终止憋气 终止憋气 对啊 哎对了 那些睡眠呼吸暂停针的患者 他们不也是暂时性的停止呼吸吗 那不一样 比方说那个志愿者王先生 他憋气憋了82秒钟 并且他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憋气的 也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控制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你想想这个多意思 这样 那这位志愿者要是再憋长一点就危险了 缺氧造成的大脑以及其他脏气器官的损伤是逐渐加重 所以即便是短暂的呼吸暂停 也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哎呀 那我们赶紧去医院 把这个地方给弄通了 那就好了吗 弄通 你是指把它打开是吧 对啊 这是模型 它好打开 你随便把人的身上能打开吗 过程没这么容易 我就是打个比方吧 那你让我该怎么回答观众的问题呢 专家 听专家 四川成都的李秋琦观众你好 你提的问题很要害 那么打呼噜 它的危害呢 主要是看它有没有睡眠呼吸暂停 如果您这样会在睡眠过程当中出现频发的呼吸暂停现象呢 那么就要到医院去看一下了 那么治疗睡眠呼吸障碍呢 主要是手术治疗和呼吸机治疗 同时呢 我们减肥啊 车瘦睡眠呀 或者是戒烟戒酒啊 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呢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打呼噜在日常生活中 它太常见了 很多人也都知道这是一种病 但是这种病有多大危害 这是我们不了解 四川成都的李秋菊朋友 今儿看了我们的节目 你一定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这位四川成都的李秋菊观众呢 给您一个建议 您可以牺牲一下您的休息时间 仔细观察一下您丈夫打呼噜时候的情况 如果有必要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嗯 对 还有你 生活中遇到了类似这样的小麻烦 赶紧和我们的节目组联系 由我 哦 我们来为你解决问题 要知道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啊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们似乎无处不在 在我们的脚下建立黑暗帝国 老鼠悄无声息地入侵我们的生活 导致我们的噩梦连远 他们偷吃食物 咬断电线 传播疾病 如何对付这些不速之客 生物灭数 器械灭数 还是使用药物对付老鼠呢 原来如此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